好,我們來看一下囉,這個是聖誕的嘛 那你從這邊下載也可以 那些素材我都幫各位準備好了 你如果下載完解壓縮之後呢 會是像在這裡面,像這樣子 有一些就是網路上的這些模型 然後呢還有完成的圖片 還有我們的SS3D 那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如果存檔的時候 你只要存成這個檔案就可以了 因為SweetHome 3D它有個比較特殊的 就是它所有的模型 通通都放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所以你要帶走 只要帶這個檔案就可以了 那今天如果你的模型 比如說是來自網路上的 那你回家之後 是不是電腦裡面的那個SweetHome 3D 就沒有這個模型 沒有關係 反正都是放在這個檔案裡面 這樣了解了齁 好,所以這個檔案就會比較大一點點 比較大一點點 好,那你如果打開呢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邊 這邊要看電腦的效能 如果你會發現比較慢的 你就知道 因為我這裡的東西比較多 有沒有 好 像這樣我們就可以 而且你看喔 這個聖誕老公公 它其實是跟冰雪取緣的這個一樣 有沒有是一個紙片人 這一片呢 這個是我們在另外一個範例 但是今天可能沒時間講齁 就是我們有一個叫做人情立牌 也就是說你只有照片 可是我要加到3D裡面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好像那個一塊板子一樣 貼照片是可以的 可以的齁 那我們給各位先試一下齁 你看我在這邊我開一個新的 好,在這裡 你怎麼樣加入外面的模型 從這裡 因為這個軟體本來是做室內設計 所以它把模型都稱作什麼? 家具 好,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插入家具 就在這邊 點它一下 好 你就可以來這邊選擇你想要的模型 你可以用這樣選 也可以怎麼樣 直接拖曳進來的 好 比如說你要一個 像我這裡面有 那個小山坡的 你可以用這個 點一下 那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有沒有一些共同格式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比較常見的共同格式 就這幾個 只要它認識的 就有機會弄進來 當然不可否認 我們在網路上的3D 應該說我們3D的這個模型裡面齁 即使是OBJ 還是有很多種不同的規格齁 所以難免還是有機會怎麼樣 沒辦法放進來 可是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雪景就進來了 嗯,我就繼續囉 好 那繼續之後呢 你就可以先看一下 它有不同的視角 給你看看 它進來之後 那個方向對不對 好,如果有錯的 你可以做調整 好,那再繼續 接下來它就問你 請問這個模型 要不要幫你放到 我們這個目錄裡面來 如果你不想放進去的話呢 也可以 可以 那我們這邊你看 模型進來之後 它的大 大小要多大 比如說我要做大一點 我做2000公分 2000公分 然後呢 這樣就可以直接進來囉 完成 好,這邊有了對不對 就可以把它丟進來了 有沒有一個雪景就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嘿,這樣就進來了 那其他的都一樣的方法 好,那我再找一下 我用另外一個方式給各位看 我用這種方式 從這邊 假設我要找那個 這個 我也可以這樣子 找到它之後把它丟過來 只要它能夠認得的 有沒有 雪人就出來了 繼續 繼續 好,那這個雪人 這樣太大隻了 60公分就好 這個就是那個模型 預設的什麼 預設的大小 所以進來之後 喔,跑出來 跑出來 有沒有 因為我下面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 不滿意沒關係 你再來這邊 再來做調整 都OK 這樣有沒有看到了 了解那個感覺了齁 那我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了解這個感覺之後 我先利用一兩分鐘時間 跟各位介紹一下 那到底免費模型哪裡有 從這邊 從這邊 這裡有好幾個 有關於免費模型的 這裡一個 然後我們在下面 在我們的那個教材裡面 有沒有3D模型資源 點開 有很多 真的好多 那我比較喜歡哪一種 比較喜歡不要問你的名字那一個 蛤 有些人最近沒有看過日本的漫畫 叫你的名字嗎 對啊 對啊 但是呢 像這裡的有沒有 這都不用註冊了 不用註冊就不用問你的名字嘛 對不對 你看這裡有沒有很多分類 有 所以你就找看你要的 也可以用關鍵字搜尋 如果你想要 比如說要車子的 男生很多人喜歡用車子的 但是 不要找上面喔 上面有看到money的對不對 你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不用money的 這邊 你就看你要哪一個 那 你先確認一下 我們一般在找模型 要先確認一下 它有什麼格式 有看到了嗎 你要找那種 它資源的格式 OBJ 3DS啊 不過以OBJ是比較好啦 或者你像DAE也可以 DAE也可以 那找到之後呢 我就按一下 如果你想下載 往下走 再往下走 這些都不要按 這些叫廣告 再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download 按一下 好 那這時候就要麻煩你等待20秒鐘 下載就會自動開始 這樣就不會問你的名字 好嗎 OK齁 好 那難免會有幾個是需要怎麼樣 註冊的 所以順便跟各位介紹一個 在這邊 上面 這裡 有沒有自動下載了 所以如果萬一啦 真的要註冊的 麻煩你 我有介紹這個 信箱皆可拋 好嗎 如果它真的要你註冊 還要怎麼樣 還要你回去收信 請啟用碼 請你用這個關鍵字 你在網目上 就可以找到很多 所以我部落格上 常常會分享這類的內容 比較好玩的 拋棄式信箱 那你用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很多 平常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十分鐘的 十分鐘到了就怎樣 自動銷毀 你就找不到我了 有沒有進來就有了 那你就在上面收發信件就好了 這樣可以嗎 不要老是拿自己的信箱開玩笑嘛 不然老是你會收到這個設計應該的 對不對 ok 好 那可能今天時間上比較不夠 所以我大致上先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這樣大家對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喔 ok 好